有调查才有发言权 这里是百年卢州老教教零九 独家特约播出的调查 现在很多老年人对健康问题 都是非常的关注 平时没事的时候 都喜欢看一些 讲健康知识的电视节目 或者是书籍 有的时候还会去参加一些 健康讲座 学习一些养生方面的保健知识 要说这对老年人来说 是一件好事 可是前一阵子 有60多位老年人 跑到了德州德城刑警大队的 城北中队 说就因为去听了保健知识讲座 他们被人骗去了18万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2013年4月15日早晨 我们接到辖区的 捡住派出所的一个转警的电话 说这个有50个多50多人吧 在这个他们辖区的派出所民口 聚在一块儿要求报干 这些被骗的老人都是在50岁以上 年纪最大的都快80岁了 一共有60多人上当 这些老人说 他们都买了一种被称为有浴室能量的保健床垫 这种床垫每件的价格高达3000元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去买 是因为卖床垫的人向他们承诺 这些钱第二天就会退还 王阿姨是被骗的60多人中损失最大的一位 她买了4张床垫 也就是12000块钱 她说不仅仅是浴室床垫 这个叫谢东的人还推销过很多其他产品 她说让你们用 让你们用吧 给他们做广告 然后就升了广告费了 谢东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他们公司不愿意花钱做广告 而是把广告费用用产品的形式发给大家 让老人们口口相传变成广告效益 据老人们说 这个人说话嘴特别甜 虽然也是40多岁的人了 但是喊这些60多岁的老人们 一口一个爷爷奶奶 显得非常亲切 讲课之余 他还带着老人们一起唱歌 当时就五天那钟 好像是 哎呀他唱学 李蒙好王杨 我说你看这都是过去老坠 让人们感觉很亲切 又特别有那个亲和力 就感觉这是吧 哎 好像你看挺整八经的 谢东很快就和老人们拉近了距离 他说床垫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 虽然原价是一万多 但是他只收取三千块钱的押金 因为产品不多 谁交押金就先给谁 让他们帮着宣传产品 最后上课的有三百多位老人 有六十多位交了押金 拿到了床垫 可是这钱真的会被退回来吗 等老人们第二天再联系谢东 想要拿回押金 却发现电话已经是空号 根本联系不上了 很多人这才信物 原来是被骗了 宣传过 他说又撒了七种产品 还有什么硬币 硬币一千多 一百块钱三盒盖片 第二天就把钱全部返还给老人 紧接着又是封交 两瓶三百元 第二天同样是如数奉还 买东西还退钱 这种好事 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慢慢的 随着买东西的老人越来越多 谢东等人推销的东西 也越来越贵 到4月14号那天 听课的老人有三百多人 可由于床垫只有六十个 所以通过抓揪的方式 只有五分之一的老人买到了床垫 每人交了三千块钱 老人们说 为了让他们吃上定心丸 谢东当时还给他们写了收据 他肯定说的挺好啊 就是腹壳病 老人病 老年病 就是什么痴呆了 什么血脂膏 血脂膏病了 血压膏了 他都知道 谢东说 这浴室床垫原价一万博 它不仅有震动按摩的作用 还能充电加热 对治疗一些老年病有特效 像腰腿疼 关节炎 高血压等 简直是包治百病 记者在网上查找之后发现 这种浴室床垫 在网上的价格还不到500元 镶嵌在上面的所谓的浴室 只是一种粗糙的人造加工品 很多老人知道真相后 神受打击 骗子到底是哪里人 又逃向了何方呢 根据报案人员提供的线索 办案人员通过调去 美丽华酒店的监控发现 当事人是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 此外还有两名年轻的女子 随后民警继续调查发现 嫌疑人曾在建设街 某个小区租住过 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物质 就是从他老家游击过来的 这个店子的时候 发的有一个包裹 包裹上面的 谢英东有个电话 原来 骗子的真名叫谢英东 经过查询 这个包裹上的电话号码 属于四川德阳地区 同时 另一路民警进行走访后得知 犯罪嫌疑人 曾驾驶一辆黑色轿车 出入酒店 谢英东离开德州后 先是住在了 济南市的某家宾馆 随后 驾车上了高速 直奔四川老家 民警火速赶往四川德阳市 准备对其进行抓捕 在当地公安机关配合下 我们这个 在他附近 这个遁守 犯罪嫌疑人 在出来买盐的过程中 我们将犯罪嫌疑人 谢英东 一举抓捕 买100块钱 三盒的钙片 网上售价 仅为9块8一盒 10元一瓶的风胶 卖到了150 五毛钱一贴的膏药 卖到了200块钱50贴 而号称几千元的养生设备 网上也仅售几百块钱 前面做的 就是为了最后卖 随即没卖 但是最后就是 为了就是卖墙片 不仅如此 他还想尽各种办法 和老人们套近乎 唱歌第一 每天早上 也就是说 刚开始就像读书一样 起来是唱一首歌 唱什么歌 都唱一首 平常唱一首 就是老年人 都可以唱到老歌 其实 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 先以免费爱心讲座 健康知识讲座等等为诱饵 把老年人吸引到会场 然后 由一名讲师 讲一些健康知识 并且开始慢慢地 推销自己的保健产品 吹嘘各种功能 再对老人们 施以小恩小惠 通过反复几次的退还押金 骗取老人们的信任 最后 等老人们完全相信了骗子时 他们便拿出最终推销的产品 比如浴室床垫 骗完一票 就立刻消失 整个骗局中 免费成了关键词 而免费幌子下的诈骗现象主要有 一 免费培训 商家往往租用会场 以夸张的广告宣传和名医专家授课为由 诱骗中老年人进行免费培训 建议推销高价养生保健品 二 免费体检 由现场的医生免费用简单的仪器 检查并测量血糖血压后 诊断出严重疾病 诱骗老人高价购买所谓的降糖降压神药等 三 免费试用 骗子采取让中老年人免费试用保健器材 免费赠送养生保健品 用夸大器疗效等手段诱骗老人上当 对于老年人频频上当受骗的情况 民警说 除了老年人要自己加强防范意识 儿女们也要多和父母们沟通 由于老年人注重自身健康 关注家庭子女 乐于助人 警惕心不强 一些犯罪分子就利用他们的这些特点进行诈骗 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老人们 面对形形色色的骗术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要贪图小利 更不要清醒他人的谎言 遇到类似的假讲座真骗局 一定要及时报案 让骗子无处藏身 近几年来 电信诈骗的手段层出不穷 有些甚至让你是真假难辨 这不 最近烟台警方就破获了两起电信诈骗案件 一个是利用投资平台 一个就靠一盒枸杞坑了无数的受害者 那这电信诈骗背后到底有什么猫腻呢 近日山东烟台莱阳警方破获一起利用虚假投资平台诈骗的特大电信诈骗案 发货犯罪嫌疑人近两百人 冻结资金四千多万 而这一切源于去年的一起诈骗案 一切源十月月份的岁 我们找到一个万母 到我们公安几万保安 被一个微信好友 在偷子购买这个取货甚至了 投资了资金 全部亏空 那天就是微信上有一个申请 说是姑妈介绍的朋友 当时没事我就同意了 我说你是干嘛的 她说是找薛音响的 然后我就这样开始聊了起来 这位乌家好友的陌生女子 微信名字叫好力 在聊天过程中 小王了解到好力是一位单身母亲 开了一家咖啡厅 生活条件非常优越 在朋友圈摄那些生活工作方面什么的 就是觉得就是一个好像挺有钱的 一个人不差钱的人 在一个多月的聊天过程中 小王和这位好力越来越熟悉 小王也放下了戒备心理 甚至还主动聊起了投资的话题 这个好力说自己在做期货投资 隔几天就在微信上告诉小王 今天又赚了多少 看到好力赚钱这么容易 小王心动了 你知道他就是投资十多万左右 一下就能赚四五万五六万 就是看着来钱特别简单那种 好力告诉小王 他的姑妈是个大老板 专门从事期货投资 雇了好几个分析师帮忙分析行情 所以绝对不会赔钱的 现在看小王是朋友 才拉他一起赚钱的 有这样的好事 小王马上按照好力的链接 下载了一个叫做海联国际的APP 当天就投了2000块钱 赚了八九百差不多1000吧 当时那个钱你有没有试制中提出来了 可以提 那当时是没有提 嗯对 然后又做本集又投进去了 嗯 加码了吧 加了肯定加了 哈哈哈 加多少钱吧 嗯 第二次是加到四五千左右吧 还是赚了 还是赚了 赚了赚了 哎呦 赚了多少 这次 这次赚了应该有四五千吧 哎呦 咱们去四千再赚四千回来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没想着 把赚的钱拿走 哎呦 还是没有 嗯 还想再赚一点 就这样看着账户上的钱越来越多 小王彻底停不下来了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就把自己攒的四万八千多块钱 全部投了进去 投进去这四万八千块钱之后 就没有赚过 就是一下都没了 当初不是说好了 稳赚不赔的投资吗 怎么一下子全没了呢 小王马上就找到了好力 他告诉我就是 呃 他也问他姑妈了 他姑妈说就是做投资心态一定要好 就是有赔有赚嘛 就是这把赔的大不了 下把再赚回来 你能接受他的赚法吗 有点接受不了 想到这一个月里 好力不断让自己加大投入 而现在自己压上全部身家 却一下子全没了 小王怀疑自己被骗了 于是他到来阳市公安局报案 三大都行 通过这个研判 发现这个平派 应该是一个虚假的 这个投资 这个取获了类似的平台 来阳市公安局立即向燕台市公安局进行了汇报 并请求市局提供技术支持 经过市县两级公安机关近三个月的秘密侦查和反复分析 警方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软件开发在河北省 提供洗钱平台的在广东深圳 负责具体实施诈骗的团伙在湖北 在掌握了大量证据之后 今年三月份 燕台警方组织了三百多名警力 在各地警方的配合下 集中展开抓捕 这是警方在湖北某市抓捕犯罪团伙其中一个据点的现场 这个据点位于市中心的一个写字楼内 从内部装饰和外表来看 和普通的公司没有什么区别 经过对主要犯罪嫌疑人的审讯 警方了解到 这个团伙通过非法途径 大量购买被害人的手机号码信息 然后雇佣培训操盘手 让他们熟悉虚构女性的所有信息 包括职业 住所 感情经历 家人信息等等 最后利用微信号添加被害人为好友 在和被害人聊天的过程中 这个犯罪团伙有事先编好的剧本 也就是话术 来打消被害人的各种疑虑 为什么讲他这个派对 自由度质严明 他里边有主管 有领队了 往往你有什么问题 你解决不了的情况下 对他找主管 对于他们这个话术 比较各方面很全面 当这个备行人提到哪方面的问题 需要这么计较 对于固定的这个模式 这个话术 也就是末版 他们业务主管会给他们 就是两到三个月 会给他们换一个角色 但是角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 都是一样 无非就是换了一张新的面孔而已 利用虚拟的女性身份 逐渐骗取被害人信任 同时操盘手也会从中了解 被害人的信息 以方便下一步信片 掌握客户的八大信息 就是哪里人 什么职业 然后有没有投资方面的经验 然后收入怎么样 家庭怎么样 就这些 他的兴趣的话就慢慢的 慢慢聊着 然后他就是慢慢聊着聊着 要熟悉之后 就给他推荐那个平台 如果他感兴趣就做 不感兴趣就再找下一个 当被害人同意安装APP之后 操盘手开始会让被害人赚钱 然后不断劝说被害人加大投资 之后在APP中通过后台操作 让被害人的钱瞬间变成零 而在骗完钱之后 骗子并不会把被害人拉黑 而是对被害人进行安慰 继续保持聊天 防止引起对方的怀疑 投资有风险 这是做投资的人都明白的道理 很多被害人赔钱之后 会误以为这是正常的市场 风险所以不会去报案 因此利用虚假投资平台诈骗 这样的手法隐蔽性和迷惑性都很强 而近日烟台海洋市公安局 破获的另外一起电信诈骗案中 犯罪团伙则是利用了一盒枸杞来进行诈骗 而这次的受害人是一名微伤 今年3月19号 阎台海洋市公安局接到受害人 梅子的报案 梅子说自己在做微伤的时候 被人骗走了一万多块钱 接到报案后 警方通过技术手段 很快锁定犯罪嫌人在江西南昌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警方摸清了这个诈骗团伙 以南昌远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掩护 专门针对微伤实施诈骗 涉案金额一千多万 3月29号 阎台警方出渡100多名警力 赶赴南昌进行抓捕 3月31号 警方一举抓获犯罪嫌人33人 查扣手机70多部 根据犯罪嫌人的交代 和受害人梅子的经历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看看梅子是如何上当受骗的 他朋友看也都是 也是这个人的 都是他那个黑暗子 梅子是一位宝妈 在照顾孩子之余 她做起了微商 代理销售减肥和化妆产品 为了招揽客户 她经常会在网上发布信息 今年3月11号 一个自称也是做微商的女子 刘芳文 要求加梅子为好友 实际上刘芳文是一名男性 真名叫杨思文 当梅子和刘芳文 互加好友之后 就轮到诈骗团伙的售后出场了 这位自称宝妈的客户 微信名字叫刘小丹 实际上就是诈骗团伙里的售后服务人员 它的作用就是完成售前刘芳文 刚才提到的一买二买和提单 一买二买就是得到微商的信任 然后提单就是借助之前得到的信任 然后让微商购买29盒枸杞 一盒枸杞是299元 29盒枸杞就是1万多块钱 那售后刘小丹到底有什么本事 让梅子一下子订了这么多货呢 几天之后 刘小丹告诉梅子 说他们公司要发福利 他向老板推荐 从梅子这里购买化妆品和枸杞 老板同意了 平时我们买户产品的话 一般就是一盒两盒的 说一下买29盒 确实对微商来说确实来大买卖 所以通过前面的一买二买 奠定了一个基础 后面又突然间来了一个这么大的买卖 一般人就是放松了一个警觉性 而当时的梅子就对带给自己 这么大笔生意的刘小丹 感激万分 而为了取信梅子 刘小丹甚至不惜自暴家丑 为了进一步取信梅子 售后刘小丹还谎称 他们是杭州的分公司 买福利的钱和合同 都要经过上海总部同意 他会抓紧做好报告 回头会有上海总部的同事和梅子联系 他们会发了一个伪造的财购合同 然后会找另一个公司的另一个人 冒充这个公司的总裁物 会给这个微商打电话 通过诉苦拉近感情 加上总部正式的采购合同 这一套组合权下来 梅子对于这笔大买卖自然是深信不疑 可梅子只是一个中间商 那怎么让梅子掏钱出来呢 当售后刘小丹通过这一系列手法 敲定了这笔大买卖之后 又轮到售钱 刘芳文出场了 按照跟他们公司做的那个图片 什么东西就跟他说 有那个老客户来 跟他一起抢那个货 就让他就是先付钱 美国去那个 哎呀和你说个事 你想说 从来美国去美云 没有口头预定了 就是先进那个就业 真不好意思 刚才你啥啥把我妈了 然后他就把她老公了 这图都发给我看看 然后发给我看看 以后我说这怎么办 梅子当时没有办法 找售后刘小丹 可刘小丹说 总部的钱还没到 她自己也没有钱 这下梅子是左右为难 为了做成这笔大买卖 梅子只好自己先垫钱 可等她付完钱之后 两边就都联系不上了 售钱售后联合社局 以买卖枸杞做幌子 梅子的一万多块钱 就这么被骗走了 好在警方及时出动 打掉了这个诈骗团伙 才没有让更多的人受害 让人惊讶的是 这个针对微商的诈骗团伙 成员都很年轻 大多是20岁左右 在这招人的时候 有严格的年龄限制 就是要求招人以后 年龄比较小 还有学历比较低 进行好好洗脑 你是组长 你手底下有多少人 我手底下 什么组长 这都是说的好听的 就两三个人 还组长 我自己对这模式 都不太清楚 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 日新月异 而诈骗团伙 多以公司为掩护 内部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 采取远程的 非接触式的诈骗 作案环节 环环相扣 这就给公安机关的打击 带来很大困难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反诈中心的成立 给了诈骗团伙 当头一棒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公安机关的 全链调制打击 是有效手段 但是我们做好 自身的防范 才是根本 还是那句老话 不要相信 天上会掉下馅兵来 好 了解 更多节目内容 参与更多节目互动 您可以关注 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 和山东手机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